side by side 我们知道side这个字呢 它指的是边的意思 就是路的旁边 河的河边 我们英文就念成side 好那两个side中间 加上一个by之后呢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 并列地或者是并肩地 好看它的英文解释 叫做beside each other 就在别人的身边 就是肩并着肩 OK 英文就念成side by side 我们看例句 the couple sat side by side and watched in silence as the sun rose over the mountains the couple 这对夫妻他们坐着 怎么个坐着呢 side by side 好肩并着肩坐着 OK 好它肩并着肩坐着 而且呢 它怎么样呢 安静地in silence 好这是一个介细词 片语 当作副词使用 用来修饰前面的动作 watched 他们呢 静静地看着 好看着 什么时候看着呢 as the sun rose 好当这个太阳升起 好注意哦 这个rose在这边 可不是玫瑰花哦 好它这个字呢 是rise的过去式 right这个字指的是 上升升高升起 这边是太阳升起 它的动词三代 rise rose rise rose rise rise 就是它的过去分词 那我们知道呢 rose这个字 如果当作名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呢 就是玫瑰花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复习 side by side 并列地 并肩地 好看着呢 感谢观看